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于我来说完美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说是有缺点的才是完美的 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成与败都在自己的把握 所以都不会去抱怨哪怕是成功与失败 都是自己的选择不后悔不抱怨 坚持走下去 所谓的成功我觉得 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有 成功的那一天吧 我觉得成功是相对的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不会轻易地放弃 我会想办法去解决它 我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其实不太容易被别人的思想给左右 对自己也有比较清楚的一个认知和意识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对于我来说 就算遭遇怀疑和不理解 我也会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追求梦想 我努力地告诉自己 要接受生活中的挑战 脚踏实地地走好脚下的路 就算路途偶尔有荆棘 也要保持自己最初的赤城 活出自己最美好的样子 内心要保持一个很纯粹的一个状态 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 都要你一个充劲 就不怕 我就先做 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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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